南无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首先讲经之前 先做一个小小的更正 那天给各位看幻灯片 可能我打太快了 谢谢一位莲友 这个不是十三间堂 应该是三十三间堂 可是那时候我打太快了吧 好 先看幻灯片 也请翻开讲义 第四十页 第十行 物四 第一本蓝色的 第四十页 第四十页 观音 愿心坚固不便 有找到吗 这本蓝色的 好 请看幻灯片 这张就是我念大悲神咒的时候 观想的 圣十一面观音 也就是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刚才我们很虔诚地在点灯 我也很用心地观想 大悲观世音菩萨就像十层楼高 站在建民佛学社的屋顶 而放光 加持 所有一位 加持新加坡 所有的 国家 加持 无量 整个地球的 无量国家 乃至加持 所有 法界的众生 我们昨天 介绍到 观音菩萨 过去 现在 未来的 因缘 未来的 因缘 在四十页 第八行 一经文 我讲完了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昨天还有一个重点 没有讲完 请看一下 普通资料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佛教 因为我知道 有些人有喜欢抄笔记 我先把幻灯片打出来 请你专心听 佛教 它会面临不同的众生 释迦摩尼佛出生的时候 其实印度 当时是印度婆罗门教 最为兴盛 佛陀 这个大智慧 对传统的 印度来教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与改革 所以 你看 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 有很多都是 外道的首领 他本来修学外道 他修行也非常好 可是他在 般若波罗蜜 智慧上 以及成佛的道路上 并不很清楚 所以他就拜 释迦摩尼佛 为老师 所以也会有 很多外教徒 变成佛教徒 同样的 也会变佛教徒 就变成 哈雷路亚欧了 前几天不是我说一个 我的学生 就变哈雷路亚欧了吗 没有关系 我们都应该祝福他 为什么 因为起码他有很好的精灵 精神涵养 一个有学习宗教的人 比没有学习宗教的人好 为什么 因为生命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所以当佛教面临了全世界在互动 我们讲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就全球化 你第一个就会碰到 佛教与不同的族群要互动 比方说 在新加坡 你可能就要用跟印度教互动 你要跟回教马来图互动 马来人 或这个印尼人 还有也有跟儒教 道教跟民间宗教 所以你先该学着观世音菩萨 昨天讲平等的大悲心 心量要广大一点 师父自己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我是佛教徒 但是我有很多其他宗教的朋友 待会会讲 所以我们要学着 跟不同的族群去互动 不要你门是打开的 可是新的是关着的 这样不太好 比如说你一个家里面 也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 不要像台湾 蓝党跟绿党 吃饭的时候还要分两桌 不需要这样 挺好 不管你信任何的宗教 师父绝对肯定相信 这不会是上帝的意思 也不会是阿拉的意思 更不会是佛陀的意思 很多人都希望 借着宗教来 欺负其他的团体 其实我觉得 他失去了爱跟慈悲 第二个 第一个对 所以你对于不同的族群 不管是好的族群 坏的族群 商业的团体 或是非盈利事业的慈善团体 你都学着应该跟他互动 为什么 他存在这个世间 一定有他的价值与功德 虽然你现在看到他是其他的宗教徒 可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他有佛性 对不对 待会我会讲路事 你跟你听 也有女众先比男众先称阿罗汉果的 有 所以谁先成佛并不了解 不一定 你现在看到他是基督徒 天主教徒来生他 一觉悟的时候 听闻到佛法的时候 可能他比你更勇猛精进 所以从佛法来讲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你要有平等对待的心 Don't fight 不要 不要 不要彼此的斗争 或是彼此的打击 不要 人我们看到外国人就会这样子 对不对 都会第一个握手 Shake a hand Make a good friend 对不对 你既然要作为佛教徒 你就应该展现 你是一个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你既然学了观音法门 就要从你身上看到大慈大悲的功德力 第二个 与不同的组织团体互动 有政治的团体 有商业的团体 有慈善的团体 有民间宗教的团体 我们都应该相互学习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跟这个地球 苦难的众生太多了 太多了 第三 我们也会面到不同的宗教团体的互动 尤其新加坡是一个很进步的国家 讲multi-culture 多元文化 multi-religion 多元宗教 multi-people 多元种族 当然听说最近好像也有一些误会 我觉得误会应该放下来 放下你的隔阂 坐下来好好沟通 沟通的时候要理智 不要动不动就变成very critical 很喜欢攻击别人 我前几天讲 不要做得理不饶人 对不对 中国自古如是道三家 就能三足鼎立 而影响中国文化 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 我们对其他宗教 人家不包容我们 没关系 我们包容他 人家歧视我们 没关系 我们不要歧视他 你这样的行动才会感动别人 我说过 师父在台湾也是做MRT的 有时候我是骑摩托车的 我也曾经遇过基督教 天主教对我很不友善 他说你呀是魔 我笑一笑 阿弥陀佛 我说从你现在的行为 你都不会尊重别人 我想上帝看到你的行为 是会掉眼泪的 他就非常生气 How come you can say that 我说看看你的态度 你连尊重别人都不可能 你还要说上帝的博爱呢 好 师父没有批评的意思 我是很客观的分析 我也会遇到道教徒 对不对 拜玉皇大帝 或天上圣母的 很好啊 他心很好 做了很多祭评 发了很多奖学金 很不幸的台湾呢 九二一大地争的时候 你看全国的人民 全国的宗教力量都出动了 很好嘛 对不对 举个例子 你一家人可以吃不同的青菜 可能呢 有人喜欢吃小白菜 有人喜欢吃什么 高丽菜 有人喜欢吃大陆妹 大陆妹是一种菜 不是那个大陆妹 辣妹 不是 我们在台湾叫做大陆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青菜叫大陆妹 好像没有台湾妹 也没有新加坡妹 对不起 他就叫大陆妹 还有呢 蜗具 你吃火锅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加很多不同的青菜 每一个人都可以吃不同的青菜 但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桌上吃饭 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青菜适合不同的人 你喜欢小白菜 你不需要说 哎 其他不是小白菜 全部拿走 不需要这么霸道 对不对 你吃你的小白菜 他吃他的高丽菜 他吃他的那个蜗具 他吃他的大陆妹 大家都很开心 为什么 绿色的植物都有叶绿素嘛 我们身体都需要很多的营养 叶绿素是大家共同需要的 换句话说 爱 慈悲 关怀 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 我昨天也讲过 马来西亚跟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都很辛苦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呢 你为什么会被人家歧视为二等公民呢 有很多原因 是因为你太自私了 你只希望你自己好 你并没有伸出你大慈大悲的双手 去帮助 去帮助左邻右舍的人 所以希望新加坡很多请外籍劳工的人 且马来西亚的飞拥 或是呢 或是印度尼西亚的飞拥 或菲律宾的飞拥 或是泰拥 我觉得你要把他当真正的家人去关怀他 了解吗 我也常常对台湾人说 你若不努力的话 将来台湾人出去国外就变台庸了 全世界是竞争的 所以不同的宗教团体要相互互动 同样佛教也会跟不同的国家文武百官互动 为的是什么呢 互法卫教 所以请看幻灯片 我写了 宗教跟宗教之间都有差异处 要相互尊重 每一个宗教都有不同的教义 比如我们拜佛菩萨 他们拜圣母玛利亚 或耶稣基督或上帝 我们对人家的尊教要尊重 每一个宗教都有不同的仪式 比如说我们有拜大悲餐 我们有点灯 那在印度教也有印度教的仪式 回教也有回教的仪式 我记得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凡是进回教的殿堂 或印度教的殿堂 都要脱鞋子的 很好 我们虽然是一位佛教徒 但是我们也要礼敬诸佛 普贤十大院讲嘛 礼敬诸佛 你应该表达你高度的涵养 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看佛教的人 都是这么没水准 佛教人就这么自私 佛教人就心量那么小 那我想这也不是我们学佛 本来想要变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宗教不同的地方要相互尊重 那宗教跟宗教之间也有共同处 为什么共同处 因为我们都是人道的众生 人间里我说过 有苦也有乐 人间苦难的很多 所以我们应该展现的大爱 清净的慈悲 无有穷尽的关怀 宗教跟宗教之间也要相互学习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为人类 做更多的事 与其宗教跟宗教之间 每天吵架斗争 那你为什么不坐下来 好好的为人类多做一些事呢 就像我前几天也说 虽然师父是佛教徒 但是我很赞叹基督教跟天主 基督教的全世界的红石智慧 我小时候也参加过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在乡下新竹北谱的地方 那时候佛法没那么兴盛 你知道我很喜欢去教他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神父跟牧师 他的心很好 教我们唱圣歌 教我们读书 教我们做人 当然最重要 我们还要他给我们的糖果 真是不好意思 那时候我是小朋友 你看基督教天主教都会发面包 所以你会发觉 基督教天主教 虽然是人天正宗教 可他走到哪里 第一个什么 先建医院 第二先建学校 医院就是医疗部师 无畏师 学校是财师 也同时是法师 告诉他真理 他教很多小孩 建了医院 然后建学校 同时他就建教堂 所以很多人都能够支持他 他得到人民的肯定 当然师父讲这一段 并不是说我们佛教就要跟人家比 但是我们佛教真的要好好的反省 我们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在哪里 在苦难的众生身上 你应该展现 对不对 像中国很多 本身也有很多清寒奖学金 时不小的时候 我们家很贫穷 我也得过很多清寒奖学金 我也感谢过很多阿公阿妈 出钱省吃俭用 给我们这些学生讲学金 那时候我也想 那时候我还没学佛 我想我受这么多人帮助 我将来长大的时候 我一定要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是不是呢 这样子这个社会 才会有善的循环 好 讲到佛教跟宗教之间相互互动 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 比丘尼 今天我要赞叹一下比丘尼 佛灭度以后 有一百年 有一位挣了阿罗汉国的神通 叫大阿罗汉比丘尼 当时呢 印度有一个叫天父长者 是一个做生意非常有钱的人 他召集了很多生意人 一起要到大海 坐着船到大海去捞宝 在他们要去之前呢 就一群的人在寺庙里发愿说 希望佛菩萨三宝 加倍我们 我们这次出去航海啊 不要遇到灾难 不要遇到狂风大浪 希望我们能够呢 到海里取宝 若成功顺利毁坏 我们会占无遮大法会 供养佛法身三宝 供养一切的出家人 甚至也供养一切贫穷的人 后来他们发了愿以后就上船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 刚才讲的正阿罗汉国的比丘尼 他有神通 他是阿罗汉吗 他可以知道前五百世 后五百世 他就入定 这么多人呢 到大海里取宝 到底成不成功呢 他说哎呀 他们在佛菩萨面前呢 虔诚发愿 愿心感召 他们一定会成功 结果回来以后呢 会得到很多金银珠宝 也救了很多贫穷的人 也供养三宝 那在供养三宝当中呢 他有入定 请问佛教呢 去运供的比丘第一位是谁 那阿婆陀比丘是第一位上座 插播一下 在佛在世的时候 他是按借纳的 谁先嫉妒 他就是坐前面 不管你是男众女众 按照比丘 比丘尼的这个借纳 你先出家 那你就坐前面 纵使你很有学问 你修行很好 但是你晚出家 你要在后面 而且你要对前面人顶礼 这是佛在阿含经里面规定的 所以 他这个比丘尼就入定 哎呀 这位阿婆陀比丘啊 他是个凡夫啊 还是圣人呢 他看了一下 有没有这一果二果三果呢 答案是他什么果都没有 他还是凡夫 这时候呢 他就出定了 然后因为这个比丘尼呢 就 这个有神通 他就一刹那之间呢 就到了那个叫阿婆陀老比丘面前 看到他 他是一个正奥罗汉国的比丘尼啊 他就要对他顶礼三拜 拜完了以后就说 你呀 很不庄严 他就不见了 他就觉得奇怪 这个比丘 怎么突然有一个比丘尼跑来呢 就跟我顶礼 看他还很好 骂了我一句 不太庄严 他想什么呢 是不是我今天没刮胡子呢 还是我没有理头发呢 对不对 我头发很长啊 对不对 他就拿个镜子看一看 师父今天有刮胡子 对不起 我太忙了 还来不及剃头 结果他就刮完了胡子 跟剃头 然后他就继续打坐 后来比丘尼再看一下 哎呀 这个老比丘啊 真是没智慧 他没听懂我的话 结果呢 他又再过了 过了两三天 他又献神通 跑到那个比丘面前 有大礼拜 拜他 拜三项 又说 你还是不庄严 他这个老比丘就觉得奇怪 我已经剃了头发 又剃了胡子 还不庄严 大概哦 我这件衣服 嗯 闻起来臭臭的 我应该又很破烂 应该换一件新的衣服吧 顺便他一看 哦 我这边有这个几个破洞 好 我就把它补一补 补一补了以后 他又入定了 这时候那个比丘尼呢 哎 又来了 过了一个礼拜 又来了 他说 你呀 根本没听懂我的话 你还是不庄严 这时候老比丘就非常的生气 说 你到底怎么了 你头一次来说我不庄严 我已经剃头跟剃胡子了 第二次 你又说我不庄严 我已经洗了澡 衣服也补好了 洗得很干净 我还有什么地方不庄严吗 注意听哦 这个比丘尼很有智慧 人家正阿罗汉国 他说 你以为庄严是指外表吗 真正的庄严 是用佛法去修持 而正就 证悟到无上的圣道 这才叫庄严 外在的东西 是无常的 你的心不去调伏烦恼 你没有精进的修持 你是所有佛灭度一百年以后 唯一最老最老的比丘啊 可是你的心不庄严 这就是他一听到了 突然他很有善根 就感动了 难过的流眼泪了 这位比丘尼就跟他说 你听过吗 天护商人 他们带了很多的宝 商人出去寻宝 将来他呢 会回来做无奢大会 供养三宝 所有的出家人里面呢 排第一个人是谁吗 他说是谁 他说这是你呀 就是你这个 很不庄严的出家人啊 然后所有的大罗汉呢 以记纳来说 都排在你后面的 你知道吗 这时候老比丘啊 被他一讲了以后 觉得很难过 他有一点善根 他说那我怎么办呢 哎呀我已经老了 其实我很想用功 我每次呢 一打坐到时候 我就这样子 就打瞌睡了 那我就打妄想 我没办法修行啊 那这时候比丘尼说 你不要轻视自己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一个 优伯徐多尊者 优伯徐多尊者 就是我们呢 所谓的 有时候 就会这个 于兰彭会 供佛摘身的 优伯徐多尊者 还在人间 他会教人四念处 很多人跟他学到了 修行 就正阿罗汉国 你可以跟他去学吗 他说真的吗 好我带你去 结果呢 这个老比丘尼啊 就带这个老比丘去 去的时候呢 他们呢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去看人 都是打电话的 他现在呢 他们有神通 一去啊 那个呢 尊者就等着他 他呢 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然后尊者呢 是一个大阿罗汉 要金刚经来讲 无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所以他一看到呢 这个老比丘 借大来 他立刻给他顶礼 而且还紧了一个 洗脚水 因为以前的出家人 在印度 在印度走路是不穿鞋的 那脚上很多泥巴 所以呢 他就跟他帮他洗脚 他就帮他洗脚说 诶 请问一下 我要拜见 优伯 许多尊者 旁边跟他说 你不知道 帮你洗脚的 那个就是尊者 阿罗汉 说 哎呀 我要帮你做老师 你怎么可以帮我洗脚 他说 我尊重佛制 你的借纳比较高 这时候呢 尊者就为他说佛法 然后大家就一起去打坐 到了打坐的时候呢 到了那时候 全部的大阿罗汉呢 都一起打坐 他是不用灯光的 就在打坐当中呢 大家身上都放光 就像我们今天点灯一样 全部都放光 可是这个时候 老比丘一坐就这样 刚开始还坐得不错 慢慢坐的就这样 慢慢慢慢 他实在不行了 然后呢 他看到呢 优婆渠多尊者 就入了叫火光三昧 然后呢 他一放光照着他说 老比丘 看着我 提起你的正念 你是可以有佛性 证到阿罗汉果的 就一刹那之间呢 他也很感动的 也就证了阿罗汉果 你看同凡夫 一下子一果二果三果呢 在一天之内 他就证到 证到了以后呢 他就非常的感恩 他说 我没想到出家这么久了 直到今天 因为尊者 你是个阿罗汉 指点我 我才会成为圣人 我非常谢谢你的慈悲 鼓励 我就给你告假了 后来 这个比丘呢 就开始为很多众生说法 也帮助了很多比丘跟比丘尼 也证到阿罗汉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 想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天 我们在家出家 也要像这个比丘跟比丘尼一样 要相互鼓励 相互帮忙 努力的修行 当然这位比丘尼 他是已经证了阿罗汉果 所以他有神通 他能够入定观察 怎么样去帮助别人 我们虽然没有神通 但是我们若能够按照佛的正法 相互的鼓励 劝人修行 那也是一桩功德 所以我们当劝别人的时候 或人家劝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心听 不要人家很慈悲的联友 劝我们的时候 这不关你事 你修你的行就好了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呢 不要这样 不要口出恶言 所以假如你也觉得说 哎呀 师父你每次都讲得很精彩 我业障真的很重的 你看人家很有善根 所以有成就 我很丑陋 我也没有善根 我可能不太可能有结果的 我不太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假如你有这样固执的想法的话 那就真的叫没法度了 没法度啊 其实每个众生都能得度 就像我们今天点灯 供养贤结千佛 你供灯的功德 你不管当来他方式 各位生命结束的时候 要去哪一个世界 但是呢 这肯定 因为你现在的一起发愿 齐寝跟畅寿 你一定将来会遇到 贤结千佛的 所以修行对自己要有信心 怜悠 也要相互鼓励 相互的帮忙 佛教徒彼此之间相互帮忙 相互鼓励 其他宗教的文看到 我们讲 哎呀 佛教真了不起 佛陀释迦牟尼佛真是很伟大 能够把末法时代这么多的众生 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那人家对佛法 对正法 才会升起真正的恭敬心 这是我今天要说的 好 请看下面 物四 观音 怨心 坚固不变 请专心听 我尽量会把今天的经文 讲到四十二页结束 请看物四 观音 怨心 坚固不变 在四十页 第十行 几一问曰 四十 保守菩萨 又站起来 问尊贵的释迦牟尼佛说 观世音菩萨 在这个时候 怎么能够有 这么样特殊的功德 救度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于 无量无边世界的 一切友情呢 怎么可能观世音菩萨 一个众生都不会漏掉呢 所有被得度的众生 心都从烦恼当中 得到解脱 而且可以经过圆满 他释出世间的愿望 看下面几二答约分二 更一总说 普门释线 这里呢 就下面的经文 有一点跟普名品很像 就像应以合身得度者 既线而生而畏说法 我想各位 因为普门品都非常熟 所以下面的经文 我会念过 我讲一两个例子 鼓励大家 我真的没办法 一句一句讲 因为时间实在很有限 请各位能体谅 请看 经文 第四十页十四行 世尊告与会大众说 所有的众生 无量无边 生生世世 都受掉生死轮回的痛苦 从来都没有修习过 是观世音菩萨 为了救度一切 无量无边的友情众生 他从来都不放弃 希望救度众生 让他正到无上 阿诺多罗三表三菩提 随着众生每一个人的业力 因缘 而现各种不同的身份 而为他说法 请把说法画起来 可见为众生说法 是佛教度众生 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方法 因为你只有为他说法 才能够让他破迷开悟 当然其他的方法也很重要 但是真正的是要让他理解 心中的正法 接下来再看 更二 别显 应激说法 他分七段 心一 献圣者身为说法 这里的圣者是佛 菩萨 声闻跟圆觉 这四类是圣人 请看 应以佛身得度者 既献佛身而为说法 应以菩萨身得度者 既献菩萨身而为说法 应以圆觉身得度者 既献圆觉身而为说法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 既献声闻身而为说法 这个并不难 各位念普门品也很熟 这是指圣者 这是初世间的圣人 接下来再看 心二 献诸天身说法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 就献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应以纳罗言身得度者 既献纳罗言身而为说法 应以泛王身得度者 既献泛王身而为说法 应以帝世身得度者 既献地势身而为说法 好 这个是指天身 天身是指我们 欲界色界 欲界色界 无色界 所有的这个天上的天众 这些天众呢 基本上啊 他都要修持戒 还要禅定 还要广修无量的功德 他才能够升到天上 所以能够升到天上 多这个各种的天人啊 其实也是很大很大的功德的 好 好 再看下面 等一下 好 再看下面 好 我先讲一个故事 给各位听 我先写寄送 观世音菩萨 在中国啊 历代的感应是非常多的 那大家都知道 普门品里面有说 若有人遇到被人家刀子杀害 你念大卫观世音菩萨 或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你呢 就能够呢 别人不能伤害你 刀子就会寻断断坏 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裂调 在中国 唐朝的时候 开元皇帝是李渊 他本来是信佛的 他刚开始呢 打倒了隋阳帝以后 曾经向佛菩萨发愿 希望三宝护念我 天下的战争非常多 苍生很辛苦 希望佛菩萨加持我 我能够统一中国 做皇帝 将来我要用佛法来利益众生 他曾经发愿 后来呢 这个李渊 就是高主 唐开国皇帝 的确统一了天下 统一了天下了以后 他很多用了天下很多人才 其中有一个呢 他就用了叫父义 他是道教 他就不太喜欢佛教 他动不动呢 就在皇上面前呢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叫皇上呢 要下令出家人还俗 而且要把佛教赶回印度 可是事实上 这个时候 李渊呢 他本身是信佛的 也拜佛 我刚才说过 他曾经对佛前发愿 说希望三宝满我的愿 我做了皇帝以后 我要用佛法来弘扬众生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当时有一个唐朝法灵法师 半灯片上面有写 法灵法师 他看到这个复义呢 就很不高兴 就写了一篇文章 反驳他 可是呢 唐高祖就下令呢 就把一笨的出家人留住 把其他的出家人 统统都赶回去 那这时候呢 唐太宗呢 做了皇帝以后呢 这个道士当中 又很多人有挑拨离间 那又看到那个 法灵法师 他写的辩证论 辩就是辩驳的辩 正就是正邪 正邪的正 辩证论 他看完以后里面 他呢 说其中有毁谤老子 所以就向唐太宗告状 这时候唐太宗 非常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唐太宗姓李 然后呢 他就下令了 非常的生气 要把这个法灵法师抓来 抓来以后呢 其实法灵法师 一听到皇帝生气 古人你知道吗 皇帝是很可怕的 叫半君如半虎啊 这个皇帝呢 说斩了呢 就把你拖出离 他就去见了皇帝 然后呢 那结果几位大臣呢 就辩不过这位法师 后来唐太宗就亲自 审问他 他说你知道吗 我是姓李的 老丹 老丹就是道教的祖师 老丹也姓李 我们的老祖祖 跟我是同一个礼的吗 你知道吗 后来呢 这个法师就对 唐太宗说 陛下 我非常尊重你 你能够赞叹自己的祖先 这是很对的 但是啊 道教的姓李啊 跟皇帝的李是不一样 皇帝你姓的李呢 是南北朝时代 北魏 拔拓式的李 汉语就是李 也就是陛下的李 而 道德经老子的那个李呢 根据东皇宝路说 老丹上啊 他本来姓啊 韩 他不姓李 后来他七十多岁了 很贫苦 也没有妻子 结果家中呢 有个佣人 很老很老的悲女 结果呢 他呢 因为太老了 还是老不休 就跟他发生了性关系 所以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所以就是老子 那所以 陛下 你的李 跟老子的李呢 是不一样的 哇 这时候皇帝更生气 你竟敢侮辱我们到家的事呢 人家呢 偷着私生子 结果 他说 我今天非要试试你 看你平常写的文章很有意思 你说辩证论里面 若有人有苦难 念观世音菩萨 七天七夜 人家拿刀子来 杀 这个刀子一定会断 他说 好吧 我现在就把你管到监牢里 你念观世音菩萨吧 七天以后 我一定来砍你 他说 拖下去 这时候啊 这位法灵法师 非常的难过 因为在监狱当中 当然 他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他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现在皇帝要来宰我 我觉得众生很可怜 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记子 请看 草命如玄露 转身泪转棚 所托明日月 难与古人同 他说 第一句话 这是古汉文 我简单解释 我们老百姓的命啊 就像什么呢 就是草间人命一样 草一样 草是在被人家采的嘛 并不公于贵重 又像什么呢 玄上路 就太阳呢 一出来的时候呢 植物上的露水 表示说老百姓啊 我跟不婆啊 其实没有什么重要 第二个 青生泪转棚 青生就是老百姓的生命啊 跟帝王的生命啊 比起来 是非常非常啊 不值钱的 是非常轻微的 泪转棚 在中国北方 有一个呢 植物 长着叫棚草 它呢 是像球 到秋天的时候 风一吹啊 根就断 就会在天空呢 这样打转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蒲公英一样 会转 所以叫泪转棚 表示说 生命是很无常 刹那之间就消失的 索托明日月 明日月 明月是代表他的心 夜是代表 晚上被盖起来 无名的意思 他说 我法灵法师啊 一心学习佛法 可是我还没有得圣道 想想看呢 在生死的关头啊 我的确还不安啊 七天之后 皇帝就杀我啊 我真的为天下的苍生啊 感到很难过 难与古人同 他说 古代的高僧大的 如果证悟的人 生跟死啊 他根本不怕 皇帝要来杀他的时候 他自己可以做得了主 在很多高僧传里面呢 他说走了就走了 可是他觉得呢 自己的羞耻啊 还很有限 所以他就感觉很惭愧 所以难与古人同 这时候当他念完这个祭颂啊 突然旁边出了一个 很大很大的人 非常高大 其实不是人间的人 是谁呢 是护法神 对他说 法灵法灵 不要害怕 你能够为了住持佛法 甚至不惜的 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佛法 默默当中 会有很多天龙八部 会互念你的 请你不要顾虑 继续念你的观世音菩萨 这时候呢 他看一下 就不见了 这是在他心啊 因为听到天龙八部 跟他讲话 他的心比较安慰了 过了七天以后呢 然后呢 皇帝就派人来 问他怎么样 派人先到监狱来 他回答说 皇帝啊 统一了中国 对不对 唐朝的开国皇帝 李渊统一中国 再没有统一中国 天下的昌生都很苦 都在战战当中 兵荒马乱 所以皇帝啊 其实是很了不起的 我觉得皇帝 就像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然后那个来探望 他说 你现在真的这样想吗 他说真的 我这七天里面 事实上我没有念观音菩萨 他是方便妄语 那他说 我真正呢 在念陛下 希望陛下 不要被坏人蒙骗 而真正用佛法 利益终身 他说 我写出来的文章 是有根据的 假如我写错 我不怕 你来跟我辩论 假如我有写错 那你就把我杀了吧 我死 也会心安的 结果呢 这个人就赶快 把他写下来 写完又告诉皇帝 皇帝 皇帝就说 他真的这么说吗 叫他来吧 来了以后呢 这时候唐太宗啊 刚开始是瞧不起他 这时候他非常佩服他 因为他说了一句话 皇帝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听了这句话 非常的爽 非常的舒服 所以记得 所以记得以后 以后跟皇帝讲话 要有智慧 没有 这是我插播的 结果他说 这时候唐太宗啊 不生气了 他说 法灵法师 其实你写的东西 是很有智慧的 他说老实说 什么是佛教 什么是道教 我也搞不太清楚 他说以前呢 我就是因为 相信道教的人 所以我像 这个唐朝刚开始 做法会的 道士是站前面 出家人要排后面 再为我讲一次可以吗 他今天皇帝还要听 他就真正苦口婆心 为他解释 中国的历史 道家的来源 佛教从印度来 如是道是融合的 假如皇帝能够用佛法 治理天下 甚至能用观音法门 救度众生 他说皇帝 你会是万岁万岁 万万岁 这句话 他就听得更高兴了 后来他就认为说 好 我就免了他的罪 可是旁边的人呢 还是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都是道士 他说皇帝 你不可以放过他吧 你不可以放过他 你说放过他的话 将来会有灾难的 他说 闭嘴 我是皇帝 难道我是笨皇帝吗 我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我是有智慧的 他虽然有一点 鲁莽 讲话对我大声小声 可是他写的文章 真的有道理啊 这样吧 你们不喜欢他住长安 那我就请他到别州去吧 这桩事情记在这个高僧传里面 可见我们遇到灾难 尤其是文武百官逼迫你 或是外在的障碍逼迫你 逼迫到你无法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真心的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法灵法师就是这样 所以他昼夜七天七夜的念观世音菩萨 最后他就免了皇帝的杀身之祸 所以由此可知 观音菩萨的感应是真的 我们真的对观世音菩萨要相信 那至于有些人可能念了一下两三天就有感应 有些人可能念了很久 半个月一个月才有感应 那是一个每一个的夜的大小跟轻重不同 但是不可以毁谤观世音 这几天有一个佛友 我忘记谁 他来见我 他讲话有点比较特别 他就曾经跟师父忏悔说 他儿子对他不好 所以他拜观世音菩萨 有一次他儿子差一点拿刀子要杀他 他非常生气 他破口大骂骂观世音菩萨 我说不可以 你要忏悔 你的声音会撒哑 就是因为你骂观世音菩萨 你忏悔 你的声音就会慢慢变好 我只是以他的例子来跟大家说 你不相信观世音菩萨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要骂观世音菩萨 因为骂观世音菩萨的罪是很重的 你要忏悔 就像举个例子 爸爸妈妈现在管小孩 所以你不可以打电动玩具 你要给我先做功课 小朋友有时候很激动 就对妈妈那 叉叉叉 三个字 对不对 不可以 妈父母的话将来会多地狱的 要忏悔 假如那孩子呢 做过错了事以后 就跟他 妈咪 对不起 I'm really so sorry 对不对 你跟他抱歉 其实妈妈也会原谅你的 同样的观世音菩萨也是如此 好 所以 其实 等一下 所以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观音菩萨一定大悲愿心要救度众生的 他从来呢 不会放弃一切众生的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星三 献天子生说法 四十页第二十四行 应以日天子生得度者 即献日天子生而为说法 应以月天子生得度者 即献月天子生而为说法 请看 星四 献四大天王生 这四大天王里面还有一个地水火风 一般我们讲四大天王之外 还有一个四天生 四天生就是请看 应以火天生得度者 即献火天生而为说法 应以水天生得度者 即献水天生而为说法 应以风天生得度者 即献风天生而为说法 这是用天中的生而为众生说法 接下来再看天龙八部 待会会讲天龙八部的故事 星五 献天龙八部生而为说法 应以龙生得度者 即献龙生而为说法 应以贫纳叶家生得度者 即献贫纳叶家生而为说法 应以药叉生得度者 即献贫纳叶家生而为说法 应以多闻天王生得度者 即献多闻天王生而为说法 再看 星六 献人道生说法 应以人王生得度者 即献人王生而为说法 应以宰官生得度者 即献宰官生而为说法 应以父母生得度者 即献父母生而为说法 到这里一个段 先看星五 我先讲龙 龙在中国是属于 六道中是畜生道 龙也有不同 龙的确有大神通 也有大福德 但是龙也有他的苦恼 在人间能够见到龙的人不太多 我们中国常常讲帝王 叫做九五之尊 你看中国的皇帝龙袍上面都绣的是龙 在虚影老和尚的年谱说 他有一次坐船回到普陀山 他就真正见过龙 所以你要特殊的姻缘可以才见到龙 那龙呢在佛法里面呢 有些是畜生道 有些他还有善根 也发愿成为佛门的护法神 有些龙是住在江里 有些住在河里 有些住在山上 有些住在大海里 那龙呢 有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金翅鸟 大家知道 大鹏金翅鸟 就是专门吃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鹏金翅鸟 它两个翅膀一张开 它就可以把海水就分开 海里的龙就躲不开 它就吃龙 所以那个金翅 有人就做辟语说 大鹏金翅鸟吃龙啊 就像我们人间吃面条这样 一拉就变长寿面 就吃进去了 那这个龙呢 非常苦恼 他在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龙曾经去求佛陀 他说佛陀 当你大慈大悲 现在大鹏金翅鸟要吃我们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很苦恼 佛陀说来 我给你一个袈裟 佛陀有神便利 佛陀就撕了一个袈裟 他说来 这个袈裟会变无量无边 你就把每个袈裟都撕一块一块 给你所有的龙 头上都绑一个 释迦摩尼佛的袈裟 龙啊 大鹏金翅鸟 看到佛的袈裟 他就不敢吃你 好 所有呢 那个龙王啊 无量无边 结果释迦摩尼佛的袈裟 也都分到无量无边条 好 我这里讲个故事 那经验上有提到 海里的龙是怎么来的呢 注意听 假如若有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受了灾戒 而犯戒的佛教徒 就容易变为龙身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两个婆罗门 到寺院里受八关灾戒 一个婆罗门就发愿说 愿我今天一日一夜的八关灾戒 我将来要升天 另外一个人呢 就发愿说 我希望我一日一夜的功德 将来做人间的国王 可是很不幸的 这个要升天的婆罗门啊 受了戒以后 他就回到 没有住寺庙里了 他竟然回到家里了 回到家里了以后 因为他的太太是婆罗门教 就劝他 老公老公 我那么辛苦 特别煮饭给你吃 你吃吧 他说不可以 我今天去寺庙受戒了 对不对 我是过午不时 不可以吃的 我要到明天 太阳出来的时候 手指看到的时候 我才可以吃东西 结果他太太呢 就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他故意煮饭 给他老公吃 而且很用心 他呢 结果他说 不可以不可以 我不能吃 然后我在寺庙 受了班冠戒 我就吃的话 就会犯戒 结果这个派太呢 是姓婆罗门的 他就骂他 你呀 背叛了婆罗门教 你今天竟然 偷偷听佛法 还去受戒 我告诉你 明天呢 我要到寺庙里面呢 去告你 宣布你的罪状 你就惨了 哇 他的老公呢 就被他太太呢 威胁了以后 就没办法 就当下吃了 注意听 本来受了八观灾戒 吃了以后犯戒 他不但没升天 就变成 称心很重的龙 在这里 师父做一个插波 下面还有一段 还没有讲 所以注意听 注意听 八观灾戒 要住在寺庙里 不要回家住 各位佛友 我知道东南亚 大家都喜欢 受八观灾戒 很好 但是呢 我真心的呼吁 你若不能够 如理如法 办八观灾戒 就不要办 否则你虽然这样 这个故事就说明 受了八观灾戒 而破戒的话 会变龙身 这是佛亲自说的 那假如你今天 受八观灾戒 我听过法师讲 回家完了 各家没事了 早点睡觉 结果呢 你是老婆 要回家睡觉 结果你老公呢 突然喝酒 最希望 嘿咻 嘿咻 你是可以说 不可以吗 你不可以 他打你啊 那你会破戒的 不可以 所以我告诉你 真正如理如法 一日一夜八观灾戒 最好住在寺庙里 若场地不够 就不要办 师父是真心的 我是法师 否则你好意会要办 可是你说 没有问题 回家早点睡 你会害众生 而破戒受苦的 你看 他本来受戒 他太太强迫他 威胁他 结果他就起了称心 所以他就变 称心很重的龙王 另外一个 注意听 另外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他的确住在庙里 他没有回家 他很严守 灾戒的功德 所以他就变成了国王 有一天 国王在发源里面 就出生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新鲜的水果 然后呢 管理人员就看到了 就赶快送给夫人 皇后 皇后就献给国王吃 因为那个水果 非常非常的香 国王吃完就非常高兴 就说来来来来 我非常喜欢 这水果从哪来 他说从水池里捡到 他就下令管理人员说 来 你以后每天呢 都要送一个 这样的水果给我 可是这管理人员 根本找不到水果 他就很苦恼 就坐在水池旁边哭了 哭着哭着 突然呢 他的心感动了 有一个老人走过来 老人走过来就问他说 你怎么了 他说皇帝叫我做 我根本做不到的事 那水果呢 这么好吃 只有一个 我怎么可能天天呢 他说没关系 我帮你做 他说老人家 你可以帮我吗 他说没问题 你 我帮你找一盘的水果 你把这盘水果送给他 而且送一封信给国王 你答应帮我做 我就帮你找这个水果 结果他说 好 你可以帮我 我当感谢你 五分钟以后 这个老人呢 真的就端了一盘水果来 非常高兴 就给国王 国王一看到以后 一打开呢 这信上写什么 注意听 我是龙王 我过去是跟你 是同时受戒的 我因为破了戒 然后呢 起了称心 我堕入了畜生道 我很苦 我现在想重新受八关灾戒 你帮我找一本 八关灾戒的这个法本来 假如你不找来 我就把你所有的国土 用大海水把你淹没 这时候国王就吓到了 他想天哪 这时候怎么找得到八关灾戒呢 因为他是佛灭渡以后 很久很久 他就找王公大臣来 王公大臣来以后 他就讨论啊 那怎么办 结果是没找得不到 也还是要尽量的找啊 尽量的找 找了以后呢 大家就回去了 因为讨论一天开会就很累了嘛 结果后来呢 有一个大臣回到家里 他是宰相 回到家里呢 就愁眉苦脸的 他父亲就问他说 儿子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 他说 很奇怪 我们家的这个柱子里面 最近常常放光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儿子啊 你把它打开好不好 他还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以前没有发生 突然家里的柱子 最近放光 他就把那个柱子 柱子给撬开 一打开 哎呀 南沿浮堤留了一本 八关灾戒的金本啊 他太高兴了 就送给国王了 送给国王以后呢 当然呢 他就非常的高兴 就对国王说 然后国王一打开以后呢 就把这个八关灾戒 交给龙王 结果龙王呢 就叫他所有的龙啊 龙子龙孙呢 全部一起呢 来这个国王里面 重新受八关灾戒 后来他受了八关灾戒 以后 他就远离畜生到 生到天上 生到天上以后呢 因为天上的寿命很长 他在定中就见到 释迦摩尼佛 他请求佛重新为他说法 所以就得了虚陀还果 所以龙是有大福报 也有功德 八关灾戒很殊胜 但要如理如法 不要只是为世俗的想法 做的热热闹闹的就好了 然后呢 所以这里说 应以龙生得度者 既献龙生而为说法 可见 观世音菩萨 是可以献龙生 为众生说法的 请看下面 好 观音菩萨不但献慈悲相 我做一个小的总结 它有两类 第一 可以献牵手牵眼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请看幻灯片 新加坡不远的浮海禅室 牵手观音 很庄严 对不对 一样 在藏传佛教 也是圣十一面观音 牵手牵眼 这是慈悲相 这是呢 在中国大陆 民国时代 真正念观世音菩萨 私必观音 观音菩萨亲自的显现 你注意看这张 他的脸非常的慈祥 这是观音菩萨亲自显现 后来人把它画下来的 所以观音菩萨可以献慈悲相 但不要忘记 观音也可以献愤怒相 希望你听完 显命圆容观音法门 你要了解 观音菩萨是无我的 是空性的 谢谢 这个 精明佛学社 提供我拍这张照 就是 浇灭大事 灭然大事 观音菩萨献鬼王身 在你还没有听这个法门里面 你总觉得 观音菩萨就是很庄严很庄严 的确 观音菩萨也很庄严 但做一个比喻 观音菩萨也会像爸爸妈妈一样 孩子 若不乖的时候 他是狠狠骂他一顿的 所以叫愤怒相 我们中国人 比较不接受这个愤怒相 其实 我们呢 说中原超度的时候 或是渝兰 盆会的时候 供的观音菩萨 就是这么凶猛的 对不对 你看 可是呢 这个面然大事上面呢 就有一个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他就是观音菩萨亲自的化身 在这里我回答一个问题 有一个灵友说 师父 你前几天讲 地域里面的恶鬼的众生 都我们生前恶念 所显现的幻化的影像 那请问 我们在中原超度的时候 于兰彭会 诗诗或念辩诗真言 这招请六道众生的恶鬼 这些恶鬼又怎么从哪里来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现在回答 讲 地域恶鬼畜生 三恶道是由我们心显现 这个叫别业 你自己的业 才会有看得到 比如说 假如你心很清静 有人在定中 真的可以看到天人飞来飞去 这不是幻境 是真的 因为他心很清静 他的功德力积到 他可以升到天上 虽然他人是在新加坡 但他用功念佛念咒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天上有天人 那同样的 我们在中原超度的时候 透过佛力跟法力 还有大众一起共修的力量 就可以照 就像呢 作为破地狱真言 或者呢 招起一块恶鬼真言 当你念咒的时候 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恶鬼呢 就因为佛的功德力 跟法的功德力 就会进入到大殿的法会 所以 这个恶鬼是指别业 对不起 是鬼里面的共业 刚才你自己是别业 你跟他之间有交集 你透过圣经 佛力跟法力的加持 他才会来到的 他不会没事呢 就敲你的门 Hello新加坡 好友 我今天来看你 不会 他没办法敲你的门 他一定要在特殊的法会 特殊的因缘 特殊的遗鬼里面 他才会出现 所以无量无边的幽民界众生 是他方的众生 或这个世界的众生 他造了恶业 而堕入在恶鬼道里面 那我们现在仰仗于 鱼栏彭会 或中原超度 而让他闻到佛法 所以他才会来 那当你法会结束 回向完了以后 他们也就走了 对 他不会永远住在这里的 因为他没办法 了解吗 所以这并不冲突 接下来看观世音菩萨 这是尼泊尔的 加德满都 马哈嘎拉 你看 印度教跟佛教 拜的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 石雕的 非常大 大概我们大殿 一层楼这么大 而且在印度教里面呢 他们去报他的时候 是感应力非常非常多 而且印度教的文化 都喜欢拿红色的粉 然后去供养 供养完了 你看新加坡小印度 不是呢 祭司也会帮你点一下吗 对不对 这是他们的习俗跟文化 所以观世音菩萨 也会现愤怒下 所以希望你听完这个讲座以后 观世音菩萨是 因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为说法的 再看下面 星期 说法令证涅槃 善男子 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随着所有的众生 他的因缘果化不同 应该怎么度他 他就献什么身而为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救度众生 让他发起菩提心 修福修会 将来正到如来成佛的无上灭排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